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既是中国人民银行 就是中国大陆央行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还有证监会 这三巨头 上周公布了一连串 降准降息 降存量房贷的组合权之后 另外房地产的重量级组合权也来了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 人民银行汇同金融监管总局 在29号就周日晚上 连发四项稳定房产政策 包括引导银行降低存量房贷 这个当然就是在上周已经宣布了 另外统一房贷最低首付到15% 这其实也是在三巨头 宣布组合权的时候有公布出来 同时延长部分房地产 金融政策文件的期限 强化保障性住房 再贷款的政策 这四个方案出来 详细细节我就不说 基本上配合这些大的政策部分 一线城市也开始放宽限购 今天最新的就是深圳 深圳放宽限购令 允许居民 深圳市有户籍的居民再多购一套房 就是说可以购两套房了 另外上海广州也都开始解除限购令 反正整个房地产市场 要把它搞起来就对了 那大陆的股市 今天真的是 这个喷得不得了 有点这个敲敲板风水人流转的味道 反正我觉得 这个联准会的降息周期开启 联准会在2022年3月 启动升息循环 一直到2023年 去年的7月 结束升息循环 这一轮大紧说 高档的利率5%以上 维持一年多的时间之久 到今年9月18号才降息 这整整两年多的一个 快三年的大紧说周期 现在一解除 马上降息周期大开启之后 QT也要结束 后面全世界各国都要抢钱 谁抢的赢 谁就是赢家了 所以你说为什么 这个金融组合权 包括政治方面的宣誓 就在上周顺势开启 其实就跟这个大浪是有关的了 天时地利人和 时机点要把它抓准 所谓大乱斗 金融市场谁斗赢了 政治面就先站稳脚步了 你说全世界现在目前 在大乱斗 除了政治军事 中东的局势各方面以外 就看金融了 谁金融能搞赢搞活 谁就有站稳先机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吧 那这个今天台股这样的一个重挫 是结束了这个反弹行情吗 好不容易站回季线又失守 我们广快来请教统一集货的 如远飞行师 玉衡你好 大哥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个大乱斗看得很过瘾 我觉得这个全世界现在目前的政治 跟金融经济局势全部把它连贯在一起看 那个脉络可以看得宏观环境 可以看得更清晰 对 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觉得就从中国这边开始 人行的一个明显的动作 再加上习近平的一个指导宣誓 现在整个全世界的政局 包含了各国央行 包含我们像日本这边 在今天的重挫 其实是来自于上个礼拜五 日本的新的首相当选之后 那因为上次他们宣布当选的时候 他们股市已经收盘了 然后在今天反映 所以你看这金指数跌了 4.8% 1900多点 然后相对的中国这边 涨8%也更吓人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我觉得 其实整体来讲 我觉得对台湾 虽然我们今天也重挫了 500多点快600点 但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 被惊吓到 包含了像台积电这边 今天也跌了4.3% 那千元这边看起来 又好像要变成所谓的 这个头部的压力区的一个位置 其实从上礼拜五开始 这种开高走低的样子 就让人家觉得 好像是不是反弹到这边 开始有人要下车 获利了解 那今天是更有明显 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因为今天跌了台积电 跟高价股 那高价股一旦是开始走弱 然后转到这种中小型股 就会让人家感觉 好像是不是大自尽在落跑 这样子的一个绩效 那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 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其实仔细去分析一下 今天的碟市的一个原因 其实一个是日元的狂生 另外一个就是在 美中这边的这个贸易的 大家对于未来 可能会有一些限缩 然后还有像货柜 海运这边 前一阵子大涨了 在今天回吐一些 其实从这样来看 其实空方的讯号 比较多是比较偏向于 对于未来的一个悲观情绪 以及对于日本新的这个首相 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所投下的这样子的震撼弹 因为其实日本这个首相 在上选之前 他发表的言论 都是比较偏向银派一点 说实在话 包含了在国防的身边 他是孤狼 对对对 国防 是民港里面的孤狼 要加强国防 然后对台的立场 以及对于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的一些立场 都是大家觉得 可能日后会有一些 比较偏向银派 或是紧缩 或是在日 对这个货币正常化 这个进程 看起来是板上定定 但其实大家仔细看 今天的日元 其实并没有在进一步的续升非常多 扁回去 对对对 稍微扁回去 并没有去跌破 这个9月16号的 这个升值的高点 我们如果看 因为它往下是升值 139.57 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升破 所以其实从 日本本身货币这个部分来看 我觉得在经过这一两天的 恐慌的一个反应之后 其实已经把大部分的趋势 都已经消化掉了 那反而是在中国这边 所带来的这个组合权 所带来的利多 我觉得反而有可能会在 他们11的长假过后 会先有一个第一步的验证 他们说要去做 基准利率的一个调降 然后还有像他们的 11长假的这个消费的 能不能够因为他们的政策利多 有信心上的加持 但说实际上这些钱达到 消费体系 金融体系并没有这么快 但是就是一个所谓 信心的一个回稳 如果他们在11长假这边的消费的状况 能够有一些信心回稳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把 它这个组合权当成是 第一步的政策利多 出台的这样的刺激 日后应该还是会有 其他的一个政策出台 因为他在打这个组合权的 天时地利人和 刚才阮大哥所说 其实我觉得掌握的节奏 算是恰到好处 上证指数从这一波 也就是9月中的低点 2700点到今天 已经涨到了快3400点 对 这个不叫做火箭 这叫什么呢 这太夸张了 就这样喷的这样涨 生成更夸张 然后那个创业板 一个比一个夸张的涨 对 但我觉得 北正50指数 今天可以涨20几% 涨到这附近的时候 大家反而要留意 就短线上要小心一些 就不要再 这当然了 短线上面 但是这个整个 第一波的喷发 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其实从天时的部分来看 就会开始降息 所以其实 如果你从升息 对新市场不利的角度来看 然后它 这个降息的时间点 你看人行这边也是降息 但是人民币却是走深的 那美国这边降息之后 美元其实是比较偏弱 11点到目前为止 虽然也还没有扁破 这个100 美元指数100的一个关卡 但是整体来讲 美元还是比较弱 只是因为欧元这边更弱 所以美元指数相对来讲 它并没有去跌破一些重要心理支撑 但如果我们从 中国的上证指数的月K来看 你会发现它每次 大概都落在 2600 2700这附近 都会去进行一些政策性的护盘 其实它从2016年开始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也显示说 不管它未来这个政策的效果 能够持续多久 其实在今年大概是三个月 那过去以往也大概都是 带出大概两到三根红K之后 就会开始 它的这个持续性的效果 就会有所打折扣 我看2016年它有政策的护盘 然后在19年的时候也有 那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 大概持续的时间 大概是三个月到半年左右 就是所谓的政策的一个护盘效果 但是它的宣示的位置 这个时间点 地利的位置 其实差不多就在 2600 2700这个位置 那今天涨上去之后 其实在3000 3000是已经是 你从月K来看 就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容易有一些卖押的区域 所以如果手上有一些政二 或是这种杠杆型的 他们10月1号开始就都放假了 但是我们台湾这边 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交易 我觉得在今天涨多之后 该获利了结的 或是该去做一些调节部位的 也许可以去看看 当它的涨势 没有在这么伶俐的时候 就找一些机会 先把它入带为安 当然它这样子的状况 会不会能够引起 他们整个中国结构性的改革 我觉得还不至于到这么强势 但是它有一个宣示的效果 也就是说 他们这样的政策 它没办法改变 整个美中对抗的大格局 也没办法改变 我们其实比照 之前日本失落了30年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是类似 不断的有政策出台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 整个最大的这个结构 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就是原本是外资持有的东西 慢慢的就都变成内资持有 像日本政府 他们是经过这个失落30年之后 发现东正指数最大的股东 是他们日本央行 买了一大堆的这个企业的 这个ETF去做一些支持 所以我想在如果中国政府 在这样子的态度上面 可以参考日本的这个经验的话 那么在接下来 很多外资的影响力 也许会慢慢的被替换成 他们政府太主导的影响力 OK 好那另外一方面日本股市向下 收盘是跌了快2000点 跌了1900多点 不过比那个期货盘是跌了少一些了 虽然也跌的是蛮惨的 期货盘是跌6%多 那日股收盘呢 相对没有跌这么多 没有像期货盘跌这么多 那当然这个石破帽的当选 是一个意外的情况 因为一般市场都押注高市早苗 那高市早苗基本上是非常反中的 那你说石破帽轻中吗 也不尽然 但是他没那么轻美 石破帽这个人没那么轻美 而且他在自民党里面先前 选过四次党魁都落选 因为他是孤狼 他是非常反对安配宽松政策的 所以这势必就是将来 走向比较紧缩的政策是肯定的 那日元长线上面看起来是要深的 不管谁当首相 我个人觉得日元长线上面 看起来是要深的 因为毕竟美国在降息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全世界要大抢钱 那你说美国能抢输吗 所以美股再怎么样 也不容易与他大跌 基本上我自己这样认为 美国再怎么样也不会容许 美股在这个时候大跌 或者说美债出现了大逃杀的一个状况 毕竟这个就是一个金融面的 全球的大争夺 那美国股市 这礼拜最重要看 非农业就业数据 我们继续来请教卢玉恒 非农现在目前 所显示出来可能的情况会是如何呢 因为美国就业市场在走弱 这个非农已经降到20万以下 那这个礼拜公布出来的数据 还会再继续降吗 其实他们非农在今年以来都是比较弱势 而且他就算公布了之后 日后还是会再去做一个修正 那今年的修正都是比较偏向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非农在这一次降息 去降两码的一个原因 那非农他们其实在这一次的降息 其实也明确的提出来 他们并不希望看到 这个就业的状况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他们才去下了降息两码 这样子的一个模样 那对于这个礼拜的非农数据 我觉得 他的当然是所谓降息之后的第一个非农 会是一个短线上蛮重要 或者影响力蛮大的一个指标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放中长线来看 就是除了非农数据本身所提供的 像是失业率以及就业人数 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以外 但其实他们的失业率在近期 虽然是一直往上走高 但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移民 所带来的一个效果 所以并不是他们的市场 真的需求变得很弱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大家或许可以去观察 就是裁员率的 企业裁员率的状况 那如果企业裁员率 没有进一步的提升 也就是说需求端这边 并没有太多减少 反而是供给端这边增加 所造成的失业率往上走的话 我觉得倒不用这么悲观 所以其实这一次 美国的几个重量咖的官员 包含像叶伦 包含这个鲍尔 他们都是定调在所谓的软着陆 其实并没有像市场上所觉得 这么的恐慌 再加上说美联储这一次是 比较大的力道来去开启 这个所谓的降息循环 那这一次费用礼拜五嘛 那我们台湾这边其实 马上就下个礼拜 又是这一个双十的这个假日 然后再下个礼拜就起货就结算 所以对台湾的股市来讲 十月的这个合约其实蛮短的 那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从十月合约 刚开始是九月十八号结算 九月十九号刚开始起算的话 它的起涨点的位置 大概落在两万一千六百多到八百多 这个位置 那以往如果是这种多头的合约 然后没有办法撑到最后的话 那通常在这个多头合约的起涨的这个位置 有可能会有一些防守的机会 像我们在四月的时候那一次就是这样 就是它跌到了这个起货合约的起涨位置之后 就出现比较强烈的反弹 那这个位置大概大概 如果我们用均线来看的话 其实也大概就是落在月季线这附近的位置 你刚刚说是多少 大概两万两千二到两万一千六百多 其实今天收盘两万两千三百二十六点 这差一百点而已 今天这种五六百点的跌幅 可能一下一个交易就到了 所以你意思是说多方会去防守这个位置 我觉得蛮有机会的 就是如果这么恐慌的气氛一直延续的话 到那边的话 也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买盘 愿意在那个地方去做一些进驻 可以去做观察 因为这边如果你再跌破的话 那么原本十月合约是多头合约 那就变成空头合约了 那你上面或者说变成空头 或是盘整合约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说在国庆日前后 整个行情都会是比较弱势的一个 那这礼拜又有台风来干扰 对 那台风干扰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台风来的时候 然后刚好欧美股市 日本股市都中错 然后我们台湾 刚好是放台风架的话 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样态 这个样态的话 我们在前两年有碰过 就是我们在放假台风架的时候 然后欧美股市都中错 但是当我们开盘的时候 这个跌幅已经熟练了 欧美股市有什么条件中错 尤其是美股 陆港股大涨 我怎么可以大跌 我一定要跟你拼赢啊 美股如果会跌应该是回答 你看像今天台股一大跌 大家就会想说你看吧 看陆港股大涨 台湾的钱都被吸走了吧 所以这肯定不能跌的 我跟你讲 美股绝对在这个地方 这个板子上面绝对不能输的 这个关键点上再怎么样 要把它撑起来 如果美股能够撑住的话 我觉得台股 这个就是金融大乱斗 我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试软呢 你陆港股长成这个样子 我还大跌 那不如果告诉你 我这个金融大乱斗 我就输了吗 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但是其实我觉得陆港股 也萎靡很久了 美股也相对来讲 也强很久了 所以偶尔风水轮流转一点 我觉得倒也还好 但是不能输太多 不能说这个地方 完全大逆转 这个形势一大逆转 尤其是金融 它表真的就是 后面整个经济的力量 你后面经济 你如果不能搞到软着陆 那真的惨 对 但是如果从形态上面来讲的话 美股现在还是维持一个 相对强势 没有错 当然陆港股是落后 疯狂的追赶 所以看起来 短线上你会觉得 陆港股这边的气势 非常的强劲 但是因为他们马上就放假了 所以他们在放假的这段期间 美国股市有没有机会 会回省 我觉得就变得蛮重要的 那我们刚好也是在 趁放假赶快拉一把 反正动我那边不能动 趁放假我赶快拉一把 我告诉你 你看吧 你放假 我再大拉一把给你看 但其实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我觉得第四季 我仍然是比较乐观来看好了 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 但是还是跟各位 就是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说 在美国大选的这个年份 如果是执政党会被换掉的话 那以往8到10月 会比较弱势一点点 那今年又比较焦灼一点 包含 就是川普跟贺锦丽的民调 有焦灼吗 看起来 我个人觉得没有悬念 没有悬念 你觉得是 我觉得就那三撇的赢了 我个人觉得 你觉得是三撇的赢 但是民调现在 现在讲出来的是贺锦丽的赢 我从来不相信民调 但是如果说 他们的情绪有所逆转的话 那会反映在股市上 所以如果说 你觉得是川普这边 比较有机会 或者说后来 又会再一次逆转这个民调的话 那么股市这边会领先反应 因为如果是川普上的话 那么8到10月的 这个美股的行情 可能就不会太好 而且你看 马上就进入到10月了 那在10月份 如果说美股是 往下去做修正的话 那就会加强这样子的 所谓市场派的一个印象 那就是认为说 如果是川普要赢 那10月份可能会是 又是一个整理的月份 那就变成说 整个第四季的反攻 可能要等到他们选完 就是11月初之后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 往上去攻击这个态势 你说为什么选举不相信民调 日本这次选举 就是摆明了嘛 大家都压高市早苗啊 结果那是石破茂啊 石破茂在第二轮出现了 第一轮其实 九个候选人里面 高市早苗拿的票数是第一的 石破茂是第二 两个人还有一段差距 但为什么第二轮石破茂会上来 有人说啦 有人说是因为岸田 把他的派系的票 只是投给这个石破茂 那麻生呢 基本上呢 是最大输家嘛 因为麻生跟石破茂 两个人是超级不合的嘛 石破茂跟安倍也是超级不合的嘛 那你说 那岸田干嘛要去支持石破茂呢 他难道 岸田老哥 他难道不知道 石破茂没那么清美吗 我觉得这中间有太多的 story了啦 这种两轮的投票都会有很多的 在第二轮翻盘的这种故事出来 而且背后可能有很多 我们一般台面上可能看不到的 不管是交易也好 或是案盘也好 或是互相的协商 都有可能在这个中间去发生 其实像石破茂上台之后 他是不是第一个就讲说 他要维持这个宽松政策 跟他以前讲的完全不一样 当然他要安抚一下 因为日经跌了2000多点啊 6%耶 安抚市场 对啊 安抚一下啊 但后面上台了之后 就是我当家啦 我说了算啊 对 更何况 石田河南也是鹰派啊 两个人一拍即合啊 好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整体来看啊 整个大趋势 就是阮大哥所说 日元可能还是走深 那亚洲的货币这边走深的话 那么对美股或是美元这边来讲 当然是会有一些压力 但是美国既然他们要 作为世界霸主 或是这个AI的霸主 那他们应该要有所表现 可以去做期待啦 那我觉得整体来看 整个股市并没有想象中这么悲观 那即便往下去做修正 或是说 好 真的是要等到 美国大选选完之后 才要表态 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 反正现在投资朋友 的投资周期都 其实并没有这么短 那如果说 从现在都整理到 10月中或是 10月中后 那到11月才表态的话 我觉得这段时间 反而是可以布局的一个时间 好那另外台股10月的行情 你怎么观察 我看到 历年来10月大部分都是下跌的 对不对 跌的都比较多 对不对 没有 其实如果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 纯统计 就是10年15年 台股的10月 其实70%以上是上涨的 但你如果拉长到20几年 好像跌的比较多 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 但是这几年确实是10月没有涨 就是去年没有涨 因为去年是整理到10月中后 才开始反弹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从198几年 一直统计到 统计到这个近期 整体来讲 这个10月大概将近6成是有涨的 那近10年近15年 大概是6成5到7成 所以其实整体 因为我们台股整体平均的这个上涨率 大概6成5左右 所以如果你只要高过6成5 那就是比较容易上涨的月份 所以10月其实 大家常常说光辉10月 但偶尔也是会变成 这个猎杀红色10月 刚好就是22年23年都是跌的 但其实如果从21年开始往前的话 其实10月上涨的概率 是仅次于12月 全年这样看起来的话 其实12月最容易涨 大家都知道嘛 那10月其实也是 蛮容易涨的一个月份 反正第四季的行情相对都会比较好了 对 至少比第三季好很多了 第三季9月是最容易跌的月 今天已经是第三季最后一个交易日 第三季赶快走吧 我们来进入第四季吧 好 不管怎么样 10月总是比较 第三季好 多数一次 三个月 J Stories 龙玥 亢 5 4 1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